嗨大家我是鴨鴨 不知道大家覺得呢 要完成一個精緻的眼張 到底是刷具重要還是產品重要 還是說畫的人的技巧重要呢 今天呢我就想說跟大家實測分享一下 這一組Eco Tours 我觀望非常非常久的這個雙頭刷組 因為這一組刷具的它的刷型呢 真的是我覺得 每一頭都是我平常有在使用 然後都會使用到的 而且呢它 價錢也非常非常便宜 我在Iherb買的 Iherb有直計台灣買 然後這個兩支一組啊 雙頭 只要189元台幣 是超級便宜的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說跟大家 分享一下這一組的心得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的那它買來就是裝在這個很普通尾印的 丟棄式的殼裡面 因你說它本身呢 它的 呃 餅身是有一點木紋的感覺 然後是有一點比一般的算偏粗一點點 重量來說呢算是 應該算有一點點輕吧 那它刷毛部分呢 都是有一點 呃 帶有柔軟度 然後完全不刺的 以這個價格來說呢算是很優質 那它們刷具身上呢 都有寫它們一些基本的一個功能 這一頭呢 它是可以拿來刷下眼影 或者是上眼影的一些重點色 那這一頭呢就是可以拿來刷鼻影啊 或者是拿來暈染眼影 那這一頭呢就是我非常愛的一個斜角刷 不過呢我明顯感覺到它的尺寸酸偏大 偏厚一點點 然後呢這一頭呢就是基本的一個眼影刷 看你要拿來鋪顏色啊 或者是用它的頭頂做一點點 稍微小面積一點點的暈染啊上色 我先拿斜角刷沾眉粉來畫眉毛 這斜角刷它尺寸偏大 畫眉毛還蠻快蠻方便 然後也不至於或是又太不精緻 還蠻OK的 暈染刷呢畫個眉頭剛好 然後一樣再拿來畫鼻影 本來會怕說它畫起來不自然 但是呢它暈染刷尺寸其實不會太大 然後蠻OK的 又有效果 也暈染得開 然後再帶一點眼窩 眼影呢我想說一邊用日系的Canmake 然後一邊用歐美的Morphe看看 可以看到它可以沾起來還蠻多粉的 不過呢我覺得上上去還是算柔的 歐美這邊我有比較小心沾一點 然後上起來也不會太腫 可以再用暈染刷暈染邊界 用下影影刷這一頭畫一下下影影 我覺得上起來是很豐厚啊舒適的感覺 顏色也很準確 然後又自然不會有界線 用剛剛鋪色的那個刷子頭頂來沾一下深色上看看 稍微要比較小心控制範圍 不過呢它有讓歐美眼影變得沒有那麼顯色 是很好上手的 其實用下影影刷這一頭呢 來上深色或重點色也很適合 範圍會更好控制 那因為發色淡所以也不怕色塊 那因為呢它是人造纖維 所以也可以實用 我用眼影蜜給大家看 可以用下影影的那一頭來畫臥鏟 或者是呢加一點點眼中的局部 最後用斜角刷沾一下深色來壓眼線 本來會覺得它尺寸太大 但其實上起來還OK 就是畫出不算精細 然後也沒特別飽和 但是就是一個自然的眼線 兩邊眼影完成是這樣子 那刷完睫毛膏的樣子 大家覺得這算是一個精緻的眼妝嗎 我自己看的是覺得不到滿意 但是就還行 那如果以結論來說呢 我會覺得 Ecotours這一組刷具 先講優點好了 它的柔軟度舒適度 我覺得是很OK 完全不會讓我有任何刺 印不舒服的地方 尤其是像這種下影影的刷子 還蠻多種刷子會容易做得有點刺 就像Solo他們出的那一組刷子 裡面有一個下影影刷 我用起來會有點刺 但是這一組就完全不會 那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它四個頭 真的就是功能很齊全很實用 每一個頭都會用到 然後每個頭都有不同的多功能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價格很便宜很便宜 然後呢還有一點就是說 它的會讓我覺得它還蠻耐操的 就是我就算用完 然後隨便用 可能是已經亂抹啊 用力格啊 都覺得它不會壞掉 也沒有掉嘛 所以算是很紮實的 不過呢 接下來講到缺點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 它雖然你沾眼影顏色的時候 會覺得它沾起來還蠻大量的 在眼影上刷上 但是呢其實你上上去的時候 會覺得 發色比較 可能相對於其他 可能Wingoss那種羊毛刷來說 會偏弱 也不到那種顏色不見了 但是就會弱一些 然後呢再來呢就是它 雖然它的舒適度是有的 不過可能 可能跟刷具的那種彈性啊 刷具層次的關係 它暈染起來沒有像我 那些比較貴的刷子 暈染的這麼的 這麼的融合啊 這麼的無邊無際 所以說呢如果以一個 可能像我是彩妝老手 然後我手邊有上百支刷子 我會不會想要再使用這一組刷具 我覺得如果呢我是想要完成一個 可能平常我沒有要拍攝 然後我沒有在追求那種精細度啊 或者是那種多漸層的那種立體感的話 只是想要隨便完成一個眼妝 然後只有兩支刷具很簡單的完成 那我可能就會想要使用這組刷子 因為呢我覺得它也能把工作做好 雖然不像高級的刷子做得更好 可是就是一個OKOK的刷子 但重點是每一頭都是可以用是使用的 但是呢如果我是想要畫一個 可能我想要拍影片 我想要拍照 一個比較立體啊精緻的眼妝 我就不會選擇這一組刷具 所以老手來說我會覺得這一組是 可以使用的一組刷子 但是呢不會讓你是 你追求一些精緻眼妝 或漂亮層次感的時候想要使用的一組 但是如果對於新手來說呢 我就覺得還蠻推薦的 因為除了剛剛說的 它的舒適柔軟度是很OK的 然後再來呢它的價格很平價嘛 對於可能你剛套的彩妝 你還不想砸那麼多錢在彩妝上 或者是說呢你可能只是學生而已啊 你只是想要完成一個自然簡單的一個妝的話呢 使用它真的就可以變化出還蠻多 稍微有不同風格的一些自然眼妝 然後也是剛好說它的發色 我也說 稍微比其他動物毛還要再弱一點 所以說呢你上起來也比較不容易失手 以上就是今天這一組 Eco Tools的雙頭眼影刷分享 希望對大家購物有幫助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patrol wise medicine 都未來 絠殺 感谢观看